现在是7月中旬 这里是位于哈梅尔顿市的一个专业花店 它门口给你准备了洗手液 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很多人带着口罩 我不能带口罩 带着口罩说不出话 从昨天开始 安商有法律规定 在室内必须要带口罩 这里是室外 所以离远一点还是很安全 这里的规模也是属于中等的规模 不是很小的那种小作坊 就买一些一年生的小花 这里还是有一些有特色的植物 今天我们看一看 这里看到一些很有特色的长青植物 这种小柏树的Forth cypress 129 你看到价钱没有 这就是它的价值 从它的名字上来看 它就是说它的叶子长得有点像蕨类植物一样 而且是金黄色 长得相对紧凑 因为我们花园里不仅仅需要的是花 而且需要的是颜色 你看这个金黄色 再加上和它后面这个非常紧凑的也是类似的品种 更贵 这个更紧凑 这都是非常推荐的花园植物 还有这个也是金黄色 这会长得比较大 这些都喜欢阳光 有阳光才能保证它这个金黄色 好了再来看这个大众大家都喜欢的 亚俗共赏的绣球花这么大一盘开满花 看看价钱 还有它的名字 哦 这就是上次我们在Costco看到的 马扎 马斯扎 海军价 五十四块九毛九 这个在Costco看的很矮 也就是一半这么高 现在这应该是它成年的尺寸了吧 至少在多伦多也就这么大了 顺便看一下它牌子上介绍 它需要多少日照呢 我们老是讨论日照的事 FullSand to PartSand PartSand的定义啊 半日照定义是四到六个小时算半日照 那么超过六个小时 就是全日照不到四个小时算shade 可能很多人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但是从它的标签说明上 这是很多大众 你到网上去查 都是这么说的 那么就是说 它每天需要四个小时以上的日照 才能开花比较好 比较正常 再总结一下 在多伦多地区这种 奈罕纵五区的地方 需要什么呢 需要更多的日照 需要过冬保护 需要肥 而你今年试着肥 往往明年才能起到作用 那么这些也开得正好 什么牌子 City Line 多少钱 五十九块钱多九 这里的秀秀花状态都非常好 开花也正好 现在是七月中旬 你要从作为礼品 礼物的角度看 真不贵 而且挺有档次的 看见这个了 再打折呢 25% off 看看这个白花的 白的还与众不同 原来它是Everlasting 是近几年进军 刚刚进入多伦多地区 安省的一个新品种 你看它颜色很特殊 写的grown in Canada 在加拿大生长的 这都是温室生长的 不是在露天外面生长的 所以开这么多花是可以理解的 在外面户外能够长成这样 那就是绝对非常的 100%的成功 这有一棵很大 其实挺大的了 Japanese Maple Autumn Moon 看一下价钱 399 真漂亮 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Autumn Moon 就是它新叶子长出来 都是红的 你看 这地方 它这个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 给它遮阴 就可以少浇水 如果阳光充足的话 颜色更红 你不需要等到秋天 就可以欣赏它的红叶 而且不红的时候 不红的叶子 是亮绿色的 而且它的叶子形状 像手掌一样的 这么多手指 这里也看到了Mountain Hydrangea Tough Stuff Red 54块9毛9 这么大一盆 从它这绣球状态可以知道 它这里的维护人员特别精心 而且懂 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现在是7月中旬 绣球开的震望 这里还有更多品种的Everlasting 不同的同一个系列 Everlasting这个系列 但是不同的品种 现在是39块9毛9 very neat 这个叫Revolution 天哪 也是39块9毛9 这么大的花 是肥脆的吧 这里还有大盆的 54块9毛9 真漂亮 花都在这边 这些也是Everlasting 没钱啊 估计也是39块9毛9 这里也不能缺少无尽夏 这最流行的吧 品种 这是Endless Summer 你可以看到很多 也都是只有叶子 没有花 所以再一次证明 不能对无尽夏 有太多的幻想 好吧 这个小花店 咱们就说绣球 就说这么多吧 欢迎全方搜索 时针加绣球 或时针加花店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个养花云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